越風越大的時候 那個水直接 大概半個小時就有緩慢 就慢慢溺慢 沒有辦法進去了 驚恐景象 歷歷在目 溪水一衝破堤防 李爺爺的紅樁屋首當其衝 只能慶幸當時任不在家 這次新竹兼十項山崩 共有四戶嚴重受災 刺激之公一一走訪 那做生意的 沒有了冰箱什麼都沒有 這是馬路嘛 航天 這是馬路 裡面都是水啦 大水沖破後門 身材工具一夕間全泡湯 溫阿嬤說真的太慘了 望著一片汪洋 有家跪不得 我可以再前進一點就好 慈激之公接獲村長求助 馬上送來106個睡袋 33箱生活箱 400斤大米 以及兩箱尿布 等一下會頂到 這一箱生活箱 這個是飯 這個是麵 村民能安心溫飽 內心的苦 志工也耐心聆聽 那你怎麼樣 人平安 人平安 沒有要請 有的住公寮 有的睡在車上 那就是送上那個極難慰問金 讓他們舒緩這一段的時間 心理的創傷是 一下不會 不會 權益的很快 主要就是你們 跟很多社會三星人士來鼓勵 要感謝大眾 我們要有正面的力量了 沒有關係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我們會努力 謝謝你們 辛苦的玻璃師大人 協助撤離 學士村莊 守護大家安全 看到好久不見的職工來放 心也暖暖的 疫情關係 好久沒來了 大師兄是解決的 那個心情非常好 就是有得到我們的一些物質 還有裡面還有精神的質量 然後我們會感到 非常充實踏實這樣 簡單問號對全村來說 是莫大的鼓勵 安生安心持續陪伴 讓大家有勇氣 面對接下來的重建之路 大愛新聞線山李健寬 新竹報導